之前就傳說他 又是他什麼賢待遇低壓等等 反正繞來繞去還是他 第一個就是說蔡英文主要是用他來阻擋賴清德 我認為先讓他當行政院長 如果當的還可以的話 也許蔡英文主義他會選總統 我是覺得至少讓賴清德不要那麼輕易 就能夠去選總統 那陳建仁原來是有科學家的訓練跟天主教的光環 可是科學家居然就這樣一直推高端 所以變成一個高端內閣 那現在證明高端到日本也不能去 到很多國也不能去 那我覺得陳建仁要負最大的責任 另外他選舉的時候他說鄭文燦天主託夢給陳建仁 說鄭文燦會當 鄭運鵬 選舉的時候陳建仁說天主託夢給陳建仁 說鄭運鵬會當選 要投給鄭運鵬 就顯然證明 這是他自己的意思 根本不是天主的意思 他這個蟹毒天主 蟹毒上帝 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他原來有點光環 那經過高端以及經過天主事件 光環也沒有了 那就是看他將來怎麼做吧 所以我覺得好好做 不要變成一個蔡英文的棋子 去對抗賴清德的棋子 這不是國家之福 那應該是說因為蔡英文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人選 所以才會確定由陳建仁來接任隔魁的角色 接下來陳建仁也必須要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我覺得蔡英文繞了繞去 執政了將近七年 怎麼連隔魁的人選都沒有 那這個是真的是 難道民進黨都沒有人了嗎 其實中華民國人這麼多 人才濟濟 你就算沒有民進黨的派系中人 你也可以找一個社會上公正人士 有能力的人來當選院長 但是蔡英文主義的人馬 一個個在支持選舉中間落馬 有的選書的啦 有的論文抄襲的啦等等 所以搞得都很難看啦 形象大傷 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迫不得已啦 才回頭又去找陳建仁 不過因為陳建仁其實沒有相關的政治的經驗 以及在這個黨內也沒有相關的派系人馬 那這個傅格魁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附身比較高是林家龍以及鄭文蔡 你就是說哪一個人出任會比較有可能性 因為今天的風向好像都是以林家龍為主 第一個就是 陳建仁在立法院一定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你光這個高端內閣喔 就會被在野黨攻擊 一定會問你當時為什麼這樣支持高端 那支持的結果為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 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陳建仁才是高端最強烈的一個推銷員吧 那 我想不管是林家龍還是鄭文燦 他們都有他們的問題 鄭文燦的論文都被台大取消了 然後你自己想想看 將來你行政院副院長是管教育部的 教育部是管台大的 台大管社科院 社科院管鄭文燦的論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態鏈 那林家龍在台中市長選舉也大敗 那新北市長選舉也大敗 輸給侯友宜四十幾萬票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每一個打敗侯友宜的人都升官呢 像上次蘇貞昌也是 這個被侯友宜打敗 結果就變成行政院長了 他說鄭文燦 這個林家龍 林家龍如果被這個侯友宜打敗 已經被侯友宜打敗 就輸更多 就變成行政院副院長 怎麼打敗侯友宜的人都能夠升官 都爬他頭頂上 管他的計畫 管他的各種預算 實在是很大的諷刺 所以你覺得說林家龍會比較適合嗎 因為現在是呼聲比較高 那鄭文燦會有什麼樣的政治安排 林家龍也不是比較適合 我覺得只是說因為 林家龍沒有這個論文抄襲的問題 因為論文抄襲還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那我剛剛也講 你有管道教育部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有一點利益衝突 所以如果選到林家龍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沒有人 怎麼會執政七年都沒有人 這實在是最大的敗筆 而且用來用去在派系裡面找人 這不是國家之府 那這個傅格魁會不會是實握實權的部分 因為陳建仁就沒有什麼經驗 這要看 就是說一般來講 副手都是看首長授權多少 如果陳建仁授權給傅格魁 傅格魁當然就有權利 如果行政黨不授權給傅格魁 傅格魁是權利也有限 就看他們將來怎麼相處 你說陳建仁沒有經驗 是沒有政治經驗 但是是不是表示他就會充分授權 也不一定 如果蔡英文希望 陳建仁將來能夠選總統跟賴清德來對抗的話 那總統也會授權給陳建仁 那陳建仁要不要授權下去 就看他們內閣怎麼處理 那接下來陳建仁如果真的來接任葛魁的話 現在小英出這張牌就是要來抵抗賴清德 那蔡賴關係是會來相殺還是會來一起合作 我想他們兩個關係原來就不好 那只是這次看起來九合一大選的最大的受益人 其實就是賴清德 並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努力了半天選舉 結果賴清德是最大的受益人 因為蔡英文的人馬都一個一個中間落馬 所以賴清德才出得來 那關係一直是緊張的 只是英系人馬現在也沒辦法 因為形勢比人強 政治經常是形勢比人強 不是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賴清德出頭也擋不住 所以呢 蔡英文想盡辦法 終於找到了一個陳建仁 所以將來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能是可能要既合作又鬥爭 合作是不得不合作 那競爭跟鬥爭是本質上就是 不是同一掛的 他必然會有激烈的競爭 那因為前幾天董事長有提出說 如果沒有隔魁角色 其實蔡英文可以自己下來當 那剛才周宇寇就在臉書來罵 你怎麼來看她這樣的回事 周宇寇的言論不至一搏 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那我想問一下說就是這個 麥卡錫傳出春季要來訪台 難道是又要重演這個裴洛西 當初的這個效應嗎 那對於兩岸的這個衝突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麥卡錫來訪問台灣 他原來就想來訪問的 他還沒有當中院議長前 他就說要來訪問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兩難 因為到底他是台灣的朋友 他願意到台灣來 你也很難說不歡迎他 對不對 那好像不管朝野都必須要說歡迎他 但他來會不會引起兩岸之間的緊張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你像裴洛西來 大家也歡迎他嘛 裴洛西來朝野誰不歡迎他呢 但是結果造成台灣海峽的中線似乎消失了 兩岸之間沒有中線 現在的共機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那麥卡錫看起來比裴洛西重要多了 因為大家知道那時候裴洛西等於是畢業旅行 那現在麥卡錫剛當中院議長 所以他跑來當然政治的象徵意義很強 那會不會上次裴洛西來海峽中線沒了 這次來台灣的這個海岸線 會不會因此都經常受到挑戰 這是台灣跟美國都需要考慮的 就是說本來中院議長來訪問也是他個人的自由 那跟行政部門也不一樣 但是會不會造成整個台海的緊張 造成美中台之間的更加的情勢的簡不斷理還亂 可能大家都拿出智慧來了 這個對台灣來講真的是兩難 不得不歡迎 但是又怕又對台灣不利的後遺症 所以你覺得說造成的影響兩岸的關係 會比上一次裴洛西效應還要更強 我們當然都希望自治 希望美國也自治 就算麥卡錫來言行也不需要刺激 那也希望大陸能夠自治 大家都能夠控制一點 不過看起來很難 對台灣來講也是很無奈的 那會不會覺得說台灣可能又成為美國的提款機 現在就是因為美國反中抗中的情緒很強烈 所以只要這些政治人物到台灣來 都等於是在台灣提款一樣 對選票有幫助 所以以後除了麥卡錫你看好了 想選舉一個一個都會到台灣來 希望來增加它的光環 現在就變成說誰抗中越強烈 誰可能就有更多的票 但是在台灣在這個時候 自己要注意 什麼是我們最大的利益 什麼是台灣的最大利益 什麼是2300人最大利益 自己也必須要知道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想有折扣喔